東京走的橋 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維恩 今天我們來介紹 我們家會在東京東橋推薦的好吃咖哩 首先第一架是東橋心目中 湯咖哩的王者 位在夏北澤德 路吉烏咖哩侍 我們點的這個是一日份的20種蔬菜 可以看到它超級豐富的 什麼蔬菜都有 我看一下裡面有哪些蔬菜吧 有這個甜椒 洋蔥 秋葵 有這個蓮藕 小玉米 蘿蔔 茄子南瓜 哇真的太豐富了 講都講不完 隱藏在一堆蔬菜下面 其實還有一隻超級大的雞肉 雞腿 我們來吃吃看 喔 它的雞肉燉得非常的軟爛 看它入不入味吧 它的雞腿滷得非常的入味 然後它的咖哩湯汁呢 喝起來是有一點點甜 然後又有一點點微辣 覺得非常的好吃 我來試吃一下蓮果 它的蓮果吃起來很脆 而且咖哩的味道也有進去 這個湯頭呢 因為加了20種蔬菜 所以你可以吃得到 它裡面蔬菜的鮮甜 我點的是Sunrise Special 很適合大食怪來吃喔 我選這個湯頭加了野奶 喝起來有種泰國咖哩的感覺 非常刺激食欲 再來是味在大手頂的Hot Spoon 家店的東橋還蠻常來吃的 它的咖哩比較不屬於一般的日式咖哩 比較有點偏向是燙咖哩的感覺 它的咖哩是以牛肉為主 然後也有野菜跟雞肉的同味 我點的這一道就是 Motsurella Cheese的雞肉野菜咖哩 先把這個起司攪開來 然後淋一點咖哩在飯上吧 就像Bob剛剛講的 這家真的是比較像湯咖哩的 介於湯咖哩跟一般咖哩的這個 湯的濃度 先可以看到我剛剛攪拌的起司 然後這邊的野菜有番茄啦 洋蔥、茄子 然後當然熟不了的就是這個 雞肉的底辣 沿著雞肉來試吃一口吧 它的咖哩味道是屬於偏比較濃烈的 然後香料的味道也很重 我點的是中心 所以有一點點的辣 而且還可以吃到一點起司的香味 還有野菜的甜味 雞肉吃起來也很嫩很入味 這個咖哩的辣 讓這個蘑菇蔬菜的味道感覺更甜 這家的浮繩子 也是隨你家 它浮繩子真的很好吃 每次來這家店的時候就會加一大堆 浮繩子的話就是在日本吃咖哩 一定會加的一道小菜喔 我點這道是燉牛肉的咖哩 那我們就淋上這個超級濃厚的咖哩 這吃起來其實比較沒有像咖哩的味道 比較像是濃厚的紅酒燉牛肉 然後可以測出它的肉味然後鹹味十足 非常的下飯 還有會在池袋菜單可能會讓你嚇一跳的火星咖哩 這邊它有各種種種類的咖哩 比方說是那個麻肉阿鹿肉阿牛肉甚至羊肉都有 這片牆上的蠻多會簽名的 但是很多名人跟咖哩的評論家有來過 我這是加滿了燒起式的牛肉咖哩 這起司本身的味道就很濃 然後再加上這個咖哩濃郁的感覺 喜歡中國味的朋友 絕對不能錯過這一道 來吃一口牛肉吧 牛肉咖哩 它這個牛肉吃起來有點像是紅酒燉牛肉 所以牛肉已經變得有點軟爛軟爛的感覺 所以變得很好吃 我這是雞肉咖哩 吃吃一下這個咖哩飯吧 它的雞肉可以聞得到一點那種 好的焦焦的味道 它的咖哩跟一般吃到的那種日式甜甜的咖哩不一樣 它的咖哩是屬於那種辛香料味道很強烈 然後整個吃起來很濃郁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鋪得很厚實 然後非常的濃稠 它的雞肉阿表皮煎得還蠻焦 有點香香脆脆的 然後吃起來很嫩喔 另外還有裝潢別具特色的完美的咖哩 另外還有裝潢別具特色的完美的咖哩 這是我點的季節野菜咖哩 你看有小番茄 然後有南瓜 葡萄茄 然後很多不一樣的綠色的蔬菜 試試看看吧 咖哩啊 吃起來是非常日本的咖哩 就是甜味還蠻明顯的 然後呢 它是整個咖哩啊 可以聞到一個油的香味 聞起來很像那種 它上面灑了一些芝麻油 然後它的野菜都是下去炸過 所以外表脆脆 但裡面吃起來還是蠻水嫩 這是肉肉咖哩 顧米斯就是肉炒過的咖哩啦 因為這基本上就是 咖哩加上燒肉 你看滿滿的燒肉 我還第一次吃到就是燒肉咖哩 因為這道特斯拉 跟它價位不貴 但它的肉片非常非常吃 然後這個肉啊 就是煮得滿軟嫩的 最後是位在六本目 店名很難念的 Sahifa Kebab Riyani 我們開胃菜上了喔 它是一個有一點 有一點像比較脆的烤餅 然後上面放了一些洋蔥的佐料 太脆了吧 香料的味道很濃 有一點微辣的 開胃喔 這是我們的前菜啊 雞肉的三種料理 嗯 也是香料味十足耶 它吃起來有點像 拉拉雞團子的味道 然後它的肉啊 非常的軟嫩 好吃 它的這個Nun跟飯啊 聞起來都超香的 現在吃這個裡面 感覺是有番茄跟四季豆的咖哩 搭配一點飯吃吧 喔這米 這個質地感覺非常的鬆 它這道是蔬菜咖哩啊 味道沒有那麼的重 雖然它顏色看起來很鮮艷 然後裡面呢 有胡蘿蔔 四季豆 整體吃起來我覺得是 還算蠻清爽的 我們來吃一下 包伯最喜歡的 Butter Chicken 也就是奶油雞啊 它這道奶味跟起司味十足 然後喜歡一些重口味的咖哩的 一定會喜歡喔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綠色的 應該是菠菜吧 蔬菜咖哩 這道也是偏重口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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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的那個 咖哩麵也包一點 就是豬肉的肉膜 所以非常的下飯 那我們來吃吃吃看這個菜咖哩 它感覺啊 跟那個蔥油餅有點像 但是沒有蔥 然後也沒那麼養 那我來吃吃看 那我來吃吃看 我最喜歡的 Lotter Chicken 超幸福 它店員讓你吃的經驗是什麼 吃它的Nup 就是它的這個 應該是印度的 算薄餅或抓餅吧 然後呢 它吃起來是我們吃過最好吃的 因為它是這個 麵糰啊 麵糰啊 本身就很香 然後水分非常的剛剛好 所以吃起來超順口的 好 那以上就是五家東橋推薦的 為在東京別具特色的好吃咖哩啦 歡迎大家去吃吃看喔 我是吳文 大家下次見 掰掰